危机,中共取消发布10月农产品供需报告,中共对美国大豆加征关税令大豆进口,锐减外界分析年底前进入巴西大豆供应淡季,中国大陆将陷入大豆需求危机,而中共农业部日前取消了10月的农产品供需预测报告,从侧面印证了这一判断。 路透社10月11日报道,中共农业部取消了10月份的中国农产品供需形式分析报告,该报告本该11日早晨公布,但一名农业部官员称,因为技术问题报告取消发布报道只该报告提供主要农作物产量、进口量和消费量的月度预测,其中主要包括大豆、玉米、棉花、食用植物油和食堂等。 为了打击川普票仓,中共今年7月6日开始对美国大豆加征25%的关税,而美国仅次于巴西,是中国进口大豆的第二大供应国。 外界普遍分析中共,很难找到替代大豆进口源,特别是进入11月后,因为南北半球季节更替的原因。 巴西大豆供应进入淡季,而美国大豆无法进入中国大陆,将造成中国大陆市场大豆紧缺。 多家媒体分析中共11月将被迫再次进口美国大豆,因此如果此时北京发布供需报告,其中大豆等农作物的供需数据,可能出现严重不平衡打击市场。 信心不过,目前并没有见到中共大局恢复,进口美国大豆的报道这似乎,再次显示了北京对抗美,国的决心为了平衡大豆供应不足。 中共将目标,瞄准了全国4亿投注官方日前公布,将降低猪饲料中蛋白最低含量的标准大豆,是猪饲料中蛋白的主要来源之一。 此前党媒曾透露通过降低动物饲料中的蛋白含量,可以每年减少1000万吨大豆的需求。 此外党媒还引述专家说法,趁饲料中,减少的蛋白含量,可以用工业蛋白来弥补,并称这只会影响猪肉质量,不会危害人类健康。 不过,海外专家指所谓工业蛋白就是从煤炭和石油等原料中,提取加工的化学成分,只会提高猪饲料中蛋元素的含量,并无法提供营养。 而且危急人的健康网友更将工业蛋白和此前大陆奶粉中的三滤情案相比,担心中国大陆民众将来被迫使用有毒的猪肉。